這個問題就是我希望把原來的這一塊查詢換到我的另外一個新的工作表把它貼過來 那貼過來之後我希望能夠讓它也能夠work的話 那首先當然我只要改就可以了 把上面這個原來的sab 複製貼過來 後面加個2這樣比較簡單 接下來的話這個名稱改了 所以它的資料表的名稱記得兩邊要match 所以我是建議你如果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但是至少你基本重點你要看懂 有沒有你不要連看都看不懂那說真的我也沒辦法了 所以AI並不是說叫你完全不用學程式 而是說讓你學程式比較輕鬆一點而已啦 就像說你開那個自動駕駛車喔 現在自動駕駛不是說叫你把雙手放開眼睛閉起來 對不對有嗎有我看有些人就這樣喔 在高速工作開車就這樣好像危險 而是說讓你可以開得比較輕鬆啦 OK目前它能夠做到的 所以記得喔該學的還是要學喔 不是說完全不用學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假設你指的目標是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它就是要加ws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你的範圍是在這個工作表就要加 可是你說老師那如果在目前這一張要不要加 所以喔如果你目前這一張喔 你前面就不用加w點喔 為什麼因為你指的是目前這一個 所以兩指之間的最大差別 就是另外一張會有一個叫ws的物件 其他沒有喔 那我們怎麼判斷喔 所以第一個的話喔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我就竹簧來看 你最好是看一下喔 如果它前面本來有w點的地方 你就要檢查一下它需不需要 OK喔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喔我們往下看 這個地方這個需不需要 我要查的東西在哪裡 本來在h2嘛 可是目前在哪裡 在b2嘛 所以你應該改什麼 你把它改b2比較好 OK所以記得喔 因為我換個位置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改b2 那b2是不是在資料裡面 不是嘛 在查詢 所以記得喔 如果在查詢請你做一件事 按delice deal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前面沒有指哪個工作表 如果沒有指哪個工作表的話 就是指目前這一個 OK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那你說老師那可是我如果想要 再一定要一個工作表的話呢 那你可能就是在前面喔 但我是覺得那個方法比較不聰明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有沒有 再加一個這個 w2 ws2 然後這個的話指什麼 指查詢 那以後的話你就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這邊就ws2點這樣 哇 其實沒出現 ws2點 所以ws2指的就是查詢 可是我跟各位講喔 這樣子喔 沒有比較聰明 反而比較笨耶 我覺得這樣反而容易讓程式寫得很複雜 有沒有 因為他多一個物件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你說這樣寫不對嗎 沒有不對 這樣寫OK 因為我發現喔 很多那個架上的書上面都是寫這樣子 就是他給你很多物件 一大堆物件 但是我看來我覺得你真的是把程式寫越複雜 要是我寫我絕對不會這樣寫 所以怎麼寫都可以 但是你要想說怎麼寫比較簡單吧 OK 所以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你講的跟其他人寫的好像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的出發點是說 程式如果可以簡單就不要複雜 有沒有 如果可以少一個變數我就不要多一個變數 因為多一個變數喔 就是多一個可能發生錯誤的一個點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啦 程式要怎麼寫比較不容易出錯 這個是我的 算是我的著眼點 所以你會發現喔 老師為什麼你剛開始就把那個上面的東西刪掉 因為能夠越少 誰 你喜歡看程式越多嗎 好像程式寫越多越厲害嗎 我不這麼 那有時候啦 有時候要假裝一下有沒有 客戶看哇 你程式寫天啊傻傻 哇好厲害 對 但內行的一看 這寫了等於有點得罪嘛 對不對 Ok 所以自己寫的喔 我個人是比較習慣是喔 能夠少 能夠...這個不要 就不要有沒有 然後以後的話 如果假設指的是 目前你這一個的話 那你就不要加 這樣不就簡單了嗎 Ok 但是你千萬要記得喔 這個規則你一定要自己要知道 你就不要做錯 不要做錯程式就OK 但是如果你假設做錯 那程式一定跑一定有問題 就大概這樣而已 然後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我要查的位置 OK沒問題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它就幫你摳過來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去追蹤 這個是向下追蹤 那追蹤的話一定是指的是 資料裡面的最下面 所以這個指的應該就是 這一個嘛 那所以這一個的話應該是要加WS 這個一定要加 然後是從第幾列開始 第五列開始那沒錯 然後這個也OK 然後這個是從那個前面 這個是指的是跟前面比 這個是跟這個 這個已經call到這個變數了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好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看一下 底下的話還有哪些地方有問題 把找到的 這個應該是找到的call過來 OK 找到的喔 找到一定是資料裡面call過來 call的話是distention call到哪一個呢 特別注意喔 call過來 過來的話指的是 這個地方記得喔 這個指的是這個喔 那這個位置的話特別注意喔 不用加這個嘛 因為call過來前面是資料來源 後面是call的位置 然後他會call到哪裡呢 sell指的是儲存格 然後這個指的是 這多少 這應該是5嘛 5的話指的是從第五列開始call 第五列從這邊call 那call哪裡呢 call的話指的是應該是call哪一欄開始 哪一欄 那你會發現這邊加個7啦 7的話就是如果按照那個順序 應該是哪一欄呢 A B C D E F 應該是G啦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他call的位置應該是A 那請問這個應該改什麼 改成1喔 那你說這1我看不太懂我可不可以改成A 其實是可以的喔 但是記得如果你改A的話 記得前後要加上雙引號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如果你沒改的話 他將來call會call到G這邊 就不對了 OK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這邊改一下 改成A或者改成1也可以啦 不過你如果希望將來自己比較看得懂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你剛才改A好了 A應該比較看得懂 然後讓他加1的話 就是往下再去放到下一列的意思 那以此類推 這樣應該就寫完了 所以我剛剛改哪些啦 基本上第一個 把上面的sub貼過來 加一個2 然後呢 底下好像就是把不需要的w.s刪掉啦 有些要你就留 像這個就要留 這個就要留 後面這個就不能留 這個本來有把它刪掉 這個本來有把它刪掉 大概就是刪了幾個啦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檢查一下 務必把它學會啦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程式沒幾行 將來你要學的應該就是 他幫你產生之後 你要看懂程式 也會修改程式 這個應該我覺得應該是重點吧 OK好 那最後應該改完了啦 改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是在 但目前因為沒有觸發 所以一定還是要按按鈕 所以這邊把它點一下 一般 然後呢 要按一下查詢 當然我如果假設 從這邊執行跟從這邊執行一樣 所以我就這邊 我不確定我按鈕8好了 先清掉 不過清好像就出錯了 為什麼清出錯 他為什麼沒有清掉 因為這裡是多少 因為這裡是多少 A5 到D的12 其實我沒改 這邊要改 這邊應該改 A5 到D12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你說老師那可是問題你剛剛跑過了耶 那可不可以讓程式倒車 跟各位講喔 VBA有一點很厲害 另外如果你假設按F8 跑過的時候 你希望讓程式倒車的話 是可以的喔 你可以按住這個箭頭 不要放 再往上拉 放開 喔 這個時候喔 這一招還蠻好用的耶 我還蠻強烈建議各位學起來 為什麼你程式居然可以倒車耶 其他的邊 其他的那個程式除錯環境沒有這麼厲害 我覺得VBA這一點很厲害 大家倒車喔 你跑過之後喔 你讓他倒車再執行一次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在改程式的時候 我可能就改得很粗略 讓他跑跑看 錯了沒辦法倒車一下 再改一下 沒關係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是資料 然後 那當然你也可以邊跑的時候 邊看一下 這裡面是不是你要的資料 有沒有一般有沒有 這個變數裡面就放一般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 看一下結果 應該是12啦 如果不是 那你可能就要看一下這個程式 應該有錯 然後往下 這個就是放的位置 第五列開始 然後就讓他向下追蹤 找一下是不是true 是的話就call過來 有call過來了 那表示應該沒錯 那向下一列的話呢 這個distance row 就是再加1啦 就放在第六列開始 一直類推啦 所以底下應該都ok 那我就讓他全部跑完好了 有了 ok 那最後的話 如果假設再跑一下 如果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按這個按鈕 所以按右鍵 重新指定 那我把它指定成 有加個2的這個sub 按確定 好應該沒問題 2班 可以的 3班 可以的 其實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查詢 有沒有 g到z 減下來 放在a到d 然後試著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有沒有 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改得出來的話 那應該以後要變化就比較簡單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到